我们一直focus自从俄罗斯挥军入侵乌克兰以来 俄罗斯官方大内宣正当化他们的出兵行动 强力取缔异议人士 所以俄罗斯人民真的对于战事的进展果然不绝吗 结果在俄罗斯三大国营电视台之一的第一频道 星期一晚上九点钟有一个招牌新闻节目 你看到女主播正在播报的时候 后面出来一个新闻人 这个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冲出来 高举一个不要战争的反战标语 暴露出国营媒体内部的员工对于政府不满 他们知道真相 而这个不满必须要让人民也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意外的举动 英国的抗议人士现在直接占据了 普清核心圈的俄国富豪在伦敦的豪宅 他们直呛说如果俄罗斯持续占领乌克兰 那么俄国人在英国的豪宅就会被他人占领 俄罗斯国营电视台第一频道 每晚数百万人收看的新闻节目时间 周一直播现场摄影棚突然冲进一名女性 首举反战标语 高喊停止战争 纸上用英文写不要战争 俄罗斯人反对战争 俄文则写不要相信宣传 他们在这里跟你们说谎 台上主播继续念稿 五秒钟后切到其他画面 之后这名抗议的工作人员随即遭到逮捕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德之后特地公开向他指线 短短几秒钟的画面立刻在俄罗斯网路上爆红 这名女性员工奥斯亚尼可娃的脸书 几小时内就出现两万六千则留言 不少人大赞她的勇气 这样的脱稿演出显示 即便俄罗斯总统普钦大力压制国内反战声音 甚至修法对散布官方认定为假消息的人 最高可关上15年 反对意见仍渗透公众意识 自从普钦发动所谓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莫斯科就在国内封锁境外恶语网站和脸书 周一也开始封锁IG 几个星期下来更在各地抗议现场逮捕约一万五千人 反战怒火同样在欧洲各地延烧 英国示威人士更冲劲遭制裁的俄国寡头富豪 德里帕斯卡位于伦敦的豪宅 高挂乌克兰国旗和解放标语 并发表声明称豪宅将用来支援乌克兰难民 而就在战火越来越往北约国波兰边境移动 原本相对安全的乌克兰西部 民众也加入跨境逃往东欧的行列 通往波兰东南边境城镇普瑟米斯的公路 难民拖着行李或徒步或搭巴士 远离战争也远离家乡 为于波兰奥斯威星集中营附近的教育中心 平常致力保存纳粹大屠杀和二战记忆 三月初以来已提供难民近两千份餐食 讽刺的是二战时是苏联军解放了这个纳粹集中营 现在普京打着去纳粹化的名号 却把乌克兰人逼到这里来 这些人一戏之间从乌克兰公民变成难民 面对无情的战火无语问苍天 涌入41万难民的罗马尼亚 民众自主到边境支援 这位餐厅老板甚至暂时关掉自己的餐厅 来这里提供免费食物 根据联合国统计 难民人数至今已超过280万人 乌克兰境内也有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欧盟官员估计最终恐怕至少将有500万难民离京